大家好,我是小诺 天冷了,在我们北方 猪肉白菜炖粉条 是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菜 吃了30年的猪肉白菜炖粉条 这样做最好吃 想学的点击屏幕上的有用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主要的食材 粉条,五花肉,大白菜 粉条最好选择这种纯手工的红薯饼条 这种粉条爽滑劲道又好吃 把它放入大盆中 往里面加入80度的热水 用筷子搅拌一下 让粉条完全的浸泡在热水中 盖上盖子浸泡着备用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白菜大量上市的季节 白菜非常的鲜嫩 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 三毛钱一斤 今天买这一棵白菜花了两块钱 把白菜的根给它切掉 然后将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我们在买白菜的时候 最好选择这种青叶的白菜 这种白菜口感清脆 特别的好吃 掰下来的白菜叶子放入盆中 加入清水 把白菜叶清洗干净 这个白菜因为外面的老叶子给它掰掉了 现在的白菜叶子也是非常干净了 清洗干净后 放在漏篮里沥水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将五花肉 先改刀切成大块 再切成小块 再给它改上一刀 切成这样的大块 吃起来口感更香 切好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白菜瀝干水分后 将白菜码放在菜板上 从中间给它切上一刀 将白菜叶白菜棒给它分离 白菜叶直接给它撕成小块 手撕的白菜吃起来口感更好 撕好后把它放在漏篮里 白菜棒用刀背将它拍散 然后片成小块 这样方便白菜棒炒熟 也方便白菜棒入味 切好后把它收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段大葱 斜刀切成段 再准备一块生姜 将它切成姜片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切好的猪肉放入炒锅中 加入清水 大火烧开 烧开后 把上面的浮沫用勺子给它撇干净 然后加入料酒去腥 再加入葱段 姜片 煮五分钟 五分钟后控水捞出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段大葱 把它斜刀切片 一块生姜 再切成姜片 切好后收入盘中 再准备几个清洗干净的干辣椒 用厨房剪刀剪成小段 不能吃辣的也可以补放 再准备18粒的花角 一个八角 将八角捏碎 一块桂皮 两片香叶 这样我们的大料香料就准备好了 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烧热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再放入几块冰糖 小火煸炒 把冰糖炒化 冰糖炒化后 继续用小火熬制 一直熬制糖叶 变成枣红色 起密集的小泡泡 这个时候下入焯水的猪肉 翻炒均匀 把猪肉炒至上色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中火翻炒 用铲子不停的翻炒 炒出猪肉中的油脂 炒出油脂后 往里面放入我们准备好的香料大料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炒香后加入生抽酱油体味 少许的老抽上色 翻炒均匀 炒至猪肉上色 从锅边加入开水 大火烧开 烧开后 往里面淋入料酒去腥 加入一勺食盐 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 转中小火 炖煮20分钟 十几分钟的时候 我们打开盖子 将里面的大料给它挑出来 大料的香味已经释放出来了 在锅中再煮的话 味道就会太重了 影响口感了 盖上盖子 再煮几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放入切好的白菜帮 这个时候开大火 把白菜帮炖至断生 接着再下入白菜叶 翻炒均匀 把白菜叶炒软 然后下入我们泡好的粉条 红薯粉条泡好了 不用煮的时间太长 大火煮上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是纯手工的红薯粉条 晶莹剔透 非常的抠坦 时间到了 现在满屋子都是猪肉炖白菜的香味 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颜色 看着就很有食欲 再撒上小葱点缀增香 关火 盛入盆中 这样美味的猪肉白菜炖粉条就做好了 粉条 晶莹剔透 爽滑 抠坦 特别的香 白菜看一下 非常的鲜嫩 五花肉 色彩红亮 油而不腻 每到冬天 我就会三天两头的 对上这么一锅猪肉炖白菜 这个猪肉炖白菜 也是我们全家人的最爱 拌上米饭 每次都能多吃上一碗米饭 好吃下饭 营养解馋 做法简单加长 没有什么难度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让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